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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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天花板的部分 就是剛剛有提到 因為樓下櫃台前面是那個 就是侯島的作品《孽娘》 然後這個是 《海上花》 然後也是侯島另外一個 為大家所知名的 知道的作品這樣子 那剛剛有提到 其實剛開館的時候 蠻多人是 目侯島之名來這個地方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 把一個侯島的行李牌在這邊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 在這個各個角落 可能有一些 他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 侯島的作品啊 所以這個《海上花》 這個天花板 也是蠻多人來到這邊 因為我們前面剛好是 那個電視牆會播放 我們最近要上映的 電影的預告 很常會有人來這邊取景這樣 對 就是這是當年那時候 2002年我們開館的時候 其實這個賣店原本 2002年開館的時候是 我們那時候是分包給成品書店 然後那時候經營一個 電影影音商品為主的一個店 然後那時候他們的 他們那時候設計師 是有把當代的一些 重要的華人導演的 的相片就是在這柱子上面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雖然我們這個店 後來經過不同的成品 圓滿之後沒有再繼續續圓嘛 然後我們後來就由協會自營來 編成 來營運這個文創商品的賣店 然後這個柱子也是很多影迷來這邊 會拍照的一個地方 就是像那個後面的那個燈 柱子跟柱子之間的燈片是 可能那位導演的一個著名的作品這樣 現在作為一個那個藝術電影播放的使用 然後其實也是可以在很多細節上 看到看到那個協會在這方面的用心 應該是說這個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公共的空間嘛 那像剛剛我們進來的時候 其實不用門票 我們是免門票的 那當然你要看電影就要買電影票 你或者你要去咖啡廳喝咖啡的話 你就是要消費有費用 那其實其他的空間都是免費自由參加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館呢 因為大家可能會有一個印象說 藝術電影是什麼 好像很抽象或是不懂 或是是不是我看不懂 不是我要看的電影或什麼 但事實上沒有這麼的 我們希望可以打破這個界線 就是這個空間這個館是每個 0到99歲 你來到這個館你都可以滿足 就是可以獲得你所需要的 好有人只是很常來 有很多人來我們館上廁所 對真的很常人都來上廁所 就是來這邊 因為我們是免費 就是提供這個廁所服務 然後對 那或者他只是來閒逛 這附近的居民 就是他只是來花園走一走 就是我們庭園走一走啊 然後這邊逛一逛啊 對之類的 然後或是有人是來看電影的 或是剛剛有提到 很多人是來喝笑茶的 他可能不是來看電影 對然後我就覺得說 希望可以滿足各個年齡層 他們的 不管是對藝文或是對一個場館 他的服務的各個 服務的 在這個服務的這麼多的內容裡面 可以獲得他的 就是使用 他可以有一個東西 是可以滿足他的需求 使用上的需求 那不管那是什麼 對 那因為我覺得其實 現在來講的話其實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然後再加上說 因為電影院在面臨前幾年開始 在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就已經面臨到 線上的平台的盛起的時候 其實實體的電影院在經營上 都有受到很多衝擊 更不用講說這一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受到非常大的衝擊這樣子 對那你要怎麼樣去 因為如果有來過我們電影院 就知道因為我們電影院 其實沒有像影城那麼很大 很大的豪華很大廳 或是設備非常微舒服 椅子非常大的舒適什麼 我們就是一個廳八十二個座位 對那 要去比很豪華 或很豪華 沒有辦法去比這個 所以我們會盡量在節目上 可以盡量說 在比如說 策劃主題影展 那或者是說 在跟別人上映一樣的片子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可以有其他的 可能可以安排導演應後QA 或是有一些延伸的劇照展 或是延伸的 一些電影講座等等 就是讓我們可以提供的內容 可以更深入一點 或是更豐富一點 更多元一點 然後以及 不只是在電影院方面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其他的空間 包括咖啡廳 或是我們這賣店的部分 或是這整個館的部分 都可以讓觀眾是可以 民眾是可以 一直來 就是來一次 他可能來一次 這次來上廁所 下次來逛買點 或是下次去喝咖啡 下次 有一部電影好像蠻適合我可以看 就是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點 或是不同的提供他不同的服務 對 然後我們當然沒有辦法說 做到百分之百的全面性 但是我們管 我會希望是朝向這個目標 是可以提供大家 各個所需要的需求這樣 然後一直是可以成為一個 讓民眾可以一再回流的一個館 對 就是不會 我只來一次打個卡 我就不會再來了 對 我會希望說 可以變成是 你可能來到中山站 這邊想到就可以來一下 或是為了什麼看電影而來 或是為了吃蛋糕而來 喝下午茶而來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這樣子 對 那我剛剛在門口有注意到 就是那個 今天播放的電影時間表 到晚上十點都還有嘗試 我們 因為電影的片長 其實每一部片長不一樣 比如說 前陣子獲得奧斯卡 最佳國際電影 就是最佳外片的在車上 他的片長是三小時 對 那可能像我們現在 正在播映的那個 張國榮的這個影展 就是比如說 像燕之扣 他可能是86分鐘之類的 對 其實 片長的差異 所以我們每天最後一場的時間 會不太一樣 對 那目前的排 通常第一場都是 10點半或11點會是第一場 那排到晚上的話 可能 9點多會是一場 那如果是 如果是9點多開始演的話 那可能 如果是兩個小時的片 他可能也到 11點之類的 對 所以不太一定 所以其實我們館 跟其他的 藝文廠館不太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們主要經營的是電影院 對 電影院 時間點上 對 時間點上是 很多的 大家可能到5點啊 6點就休館了 我們沒有 我們5點6點 我們正要開始聲音要好 對 因為大家都是晚上 可能下班來看電影 或是 對 晚上才會來這邊 對啊 對 所以是跟一般的其他的館所不太一樣 我們並不是像外面的一般的那種 官方的那種 博物館那種形式 可能美術館那種 可能是 早上 可能8點該館 6點 就是我們 我們不是一個這麼固定的 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很彈性的在 調整我們的 整個館的營運的時間 然後以及觀察 現在的大家的 民眾的 比如說對疫情 比如說 在疫情期間 可能大家比較懼怕來看電影 或什麼 然後或者是 餐飲上面啊 或什麼 就是會去注意到說 大家目前的一個 一個傾向這樣 然後慢慢去調整 像去年三級警戒 我們三級警戒 因為 三級警戒有修館 修館了兩個 就是關閉館 完全沒有開放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的時間吧 那重新開館之後 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是 一開始的 營業時間也是有縮短 場次縮短 對 然後是直到去年底的時候 疫情比較穩定 直回穩之後 我們有觀察到說 目前好像比較OK 大家好像比較趕出來 幹電影了 我們才慢慢恢復 我們原來的整個 電影院的營業的時間 對 其實這都息息相關 就是要一直去慢慢地去觀察說 目前的整個疫情的走向 然後以及 對 像最近感覺又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我們就有發現到 來電影院看的客人又變少了 修了兩個半月之後 開館的第一天 有一個老客人 就是很常來看電影的老客人 他第一天的第一場就來 他說他期待我們看電影院 期待了很久了 非常的感人 到那場只有他一個觀眾 對 雖然就這樣 其實很謝謝他的支持 但是就是 登登的 就那時候覺得很感人 就是說 其實有人在等待我們開館這樣子 雖然說 那場有自己一個人包場這樣子 但是還是覺得很感人 因為 畢竟 就是疫情實在 很難說會是怎麼樣這樣 然後我覺得 不可豁免我們必須要在 這樣的疫情的條件之下 然後去調整我們整個館的一個 經營的一個步調 對 然後怎麼樣可以在 安全的情況下 讓客人來到我們館 可以享受到 他需要的服務 提供他 讓他覺得 來到這邊 享受到很舒服的一個服務 或者他所需要的服務 因為首先我覺得我們館 比較幸運是因為 我們的老闆是和孝賢導演 他本身就是一個 國際知名的人物這樣子 對 那當然有時候就是會有一些 媒體啊 國外的媒體 前幾年吧 就是一陸陸續續 日本那邊 法國那邊 或是美國 就是會有一些媒體來這邊 採訪 後到 或是說 介紹這個館 對 所以其實我們並沒有說 特別去做 我要向誰宣傳或是什麼 應該是說 可能 在開館初期的時候 可能大家提到 台灣的藝術電影院 就是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 他可能會想到 就是光聯台北這樣 那尤其又是 在喉島的盛名之下 對 就是會有一些 我們可能因此而獲得 一些曝光的機會 那這幾年當然因為 這邊 前幾年就是應該說 只要有影展 台灣有辦影展 台北電影節或是 金滿影展 之前就是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那很多 他們會邀請很多 國外的影人 演員 導演 那很多導演 都 就是每次來到 台北 他們都會想要來 猴島的電影院看一下 那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世之玉和導演 他非常的喜歡猴島 喜歡到什麼程度呢 他 我記得他 那時候不知道在宣傳什麼片 然後他就請了片商幫他 住了飯店 他住在金華飯店 為什麼呢 因為金華離光點台北 非常的近 他過個馬路呢 我覺得那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呢 我就在當天都看到 世之玉和導演 然後他推特 拍了一張 就晚上他拍一張 這個我們館的外觀的照片 他就說他來 侯孝賢導演 經營的電影院 對 我覺得太壓抑了 就是他 我都不知道他已經到台灣 他就 對 他很開心 就是 對 然後當然我們也 常常會協助 就是有一些其他影展 他們因為 可能國外的影人 他們來擔任評審 或是參加 電影節 其實他們可能會在台灣 他們都有很多天 那可能他們就會 還安排他們去台北一些景點 那很常會安排來我們這邊 那我們就是也會幫忙接待這樣子 對 對啊 像之前這邊的店員 他們都看過什麼 奈了美智啊 就是一些藝術家 或是很多 李安導演啊 或是什麼 常常聽到什麼某某導演 就是有來這樣子 什麼之類的 對 就是 嗯 因為他們不可能來看電影嘛 那可能就是 來這個館 可能喝咖啡或 就是來逛一下 或是說他只是 他會來這邊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那邊 我們有賣一些 台灣的一些 DVD嘛 那有一些導演 他可能就會來這邊 買DVD啊 等等的 對 就感受一下台灣 在地的創意跟文化 對 其實就是還滿 我覺得這幾年 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幾乎沒有什麼 國外的訪客 有的國外的都是 通常都是在台的外國 外國人 但是比較少 對 對 不然疫情之前的時候 滿多 尤其像有一些片商 他們有時候會 嗯 買進行新的影片的時候 那他們可能會邀請那個演員 然後導演來 來台灣宣傳 那幾乎很多都會來我們這邊樓上 就是他們可能要被專訪 或是什麼的話 都會安排到我們這邊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滿多 影人會來的地方 在還沒有疫情之前這樣 對 就是我覺得疫情真的改變了很多事情 包括說整個館啊 或是說包括電影產業啊 其實一直到現在都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因為包括說其實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可能現在拍片量 可能沒有像之前那麼多 或是說那個質量沒有 因為可能疫情很多限制 沒有辦法有很好很多 所以就比較沒有芯片 就是芯片可能會比較少 然後你有沒有注意到說 像這幾年很多那個經典修復 對 因為可能大家可以買的片 選擇很少或什麼的 對啊 其實這整體都是有影響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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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